第三十五题,若将甲乙两导体改成串联后,测得总电流为0.3安培,则电源所提供的电压大小为多少伏特。 那我们晓得串联的时候,我们的总电流会等于所谓的分电流,所以总电流0.3安培就表示流过甲导体与导体的电流也是0.3安培。 那么根据图示,我们发现甲导体如果通过0.3安培,它的电压是4伏特。 那么我们的乙导体如果通过0.3安培,它的电压是3伏特。 那我们晓得串联的时候,总电压等于分电压相加,所以我们一个是4伏特,一个是3伏特,加起来就是7伏特,所以表示我们的总电压是7伏特。 第三十五题问我们说,则电源所提供的电压为多少伏特?我们答案选的是租7伏特。